我们这次下园节有个下园法会 这是为了开启一个道的新世纪 开始的一个从下园开始 为什么从下园开始 因为从水 水中真经 水中真一之气 从圣中的真火化掉水 所以下园它煮水 天地水三观 它煮水 从水里面 为什么在冬月 在十月的十五 这是我们在冬至前面的一个节点 所以下园节是炼水化气 这是下园节的真正的秘诀 它解恶 为什么解恶 你所有的灾难 你所有的不顺利 都是因为体内的阴水潮生 使你太阴了 不能转向阳性 你只有使圣中的真火起来 所以下园节一定要点灯 用这个火 五方火来点体内的五行的阳性启动 特别圣中真阳的启动 来化掉水 使水火寄寄 然后提出真一之气 那这就把所有的灾难就解掉了 为什么 你所有的灾难 是在体内的DNA中的 全息纠缠 所以只有气才能解结 你身上紧张得不得了 你一暖和了 又热气了 啪 这个结就解开了 人就舒服了 所以是水太冷 要用火治水 然后使这个真气生成 真气生成 是不是你的恶难就解决了 你各种的阻挠 这个结就被这个真气 它得到真一之气 它拿着走了 还了它的债了 体内的形体得了真一之气 软了 不僵硬了 气血通畅了 病也就 病难也就结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我们这次下缘节 下缘节 拜这个水关 有的人说 师父为什么 你不主张拜这么多神 你拜这个水关 我们注意在OOSS平台 我们请大家礼敬 拜的神明 都跟我们修炼有关系 叫内求法有关系 我们人体有70%的水 整个人体 称重70%的水 对这个水的改造 决定了你是否 能够脱离各种的阻恶 阻碍和困难 脱离各种的遏难 灾难 所以是 那么在这一天 我们通过法会 通过点灯 五盏灯 解恶阻灯 来把火点起来 再通过法会 火供 这个护谋火供 把火点起来 那么水火寂寂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老师你不如让到处烂拜 拜各种什么 为什么又搞一个下园结法会 那么这个告诉大家 这是跟我们修炼有关系的 那么老师今天讲的神明文化 也是跟我们众生 每一个人要一生成佛有关系的 交给你去怎么去礼敬去拜 而不是让大家盲目的往外去求 这个乱拜鬼神 叫怪力乱神 这个不要乱去拜 也不要多礼求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评划 沙